所以刚刚特别注意,我刚刚主要是录完的聚集之后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编辑 资料剖析,按编辑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Visual Basic这边点,也可以啦 那要记得找到那个模组里面 因为所有的程式都会写在模组里面 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加上那个注解 刚刚我同学问到就是那个注解 特别注意哦,你的开头一定要是单以号 你如果没有加单以号的话 那他会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以后只要是单以号开头的话 那一律呢,后面的东西就是绿设置,就注解 那注解对于程式来说是不会被执行的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你哪一行 比如说你将来你这一行,假设前面加一个单以号的话 你会发现如果你这一行前面加一个单以号 那这一行就不会执行 如果这一行不执行的话 假设你按资料剖析,你会发现他还是会跳 有没有,按按确定 那如果你把这个单以号打开的话 那这一行就会被执行 OK,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个单以号的开头 在VBA里面就当成是注解 OK,有时候我们会拿来当成是 就是程式里面要不要开启 要不要执行这一行的相关动作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大概就请各位试着把它完成 如果有NMI Displaced Learn 那就不会跳出来了 OK,那再来的话后面 请各位把这个工作表把它改个名成这个叫聚集吧 旁边有个VBA 那请各位一样哦 把这个工作表按Ctrl键拖拉 Ctrl键拖拉加 它的话呢,它就多一个一模一样的那个工作表 那请各位哦,试着怎么样 试着用VBA做做看哦 因为你会发现哦 不过用VBA哦 你可以拿上个礼拜的那个151的程式拿来做修改 那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用改的 可是,特别是因为上个礼拜只有一个刮壶 所以呢,我们就变成说哦 你就不要一次一次级的做 也许你可以先怎么样 先产生一个什么 刮壶置串 底线长 也就是你按下这个按钮的话 它会先把长这一栏给显示出来 那再来就宽 就显示这里 再来就高 然后再清楚哦 所以我显示给各位看啊 这个按下去,有没有这一个 这个应该没问题,长比较没有问题 宽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 找到的位置再往下找 就可以找到宽了 那高的话呢 怎么样 你想说找到的位置再找到吗 其实哦,不用 你可以换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Instree 后面加REVERSE REVERSE 就是颠倒意思 意思是说我不要从左边找起 我可以从右边找 后面加一个REVERSE就可以了 高就OK了 再一个清除 那最后的话呢 那最后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它全部一起执行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要一次哦 三个 有没有 三个按钮 三个SUV一起执行的话 你可以用call的方式 call这个 再call这个 再call这个 就三个一起了 OK 那怎么做哦 我大概叙述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前面都讲过了 只是说呢 你可以拿上个礼拜的程式来做微服的修改 就可以得出我们要的这个 第一个哦 我就当然第一个啦 程式最简单的哦 就是先写清除好了 清除最简单 因为for i 有没有for i 的要回圈嘛 哪一列 第二列 到第八列 做什么呢 啊 把C栏 D栏 E栏里面的资料 全部帮我清空 清空的话就放两个算 所以这个清除 我清除不要名称一样 因为前面录制的时候有个清除 那我这个第二个我就清除二好了 OK哦 因为名称一样的话 将来哦 两个它会混淆 它会多出 就将来你要插入那个按钮的时候 它会秀出Module名称 OK 那我直接名称不一样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如果要先做第一个刮斧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拿那个151的程式 直接贴过来改就好 你会不会在哪个地方会变 第一个哦 我们之前好像是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的样子 那你只要把它改成八不就好了 那第二个的话 a跟b都一模一样嘛 有没有 这上礼拜都一模一样 因为本来是找a啦 那现在这个是找b 所以把这个改成b 那钱瓜阿福哦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一定要改 之前呢 151是用所谓的半型的 有没有 那你记得哦 一定要改成全型的 全型应该会吧 全型的话记得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 我这边是用新注音啦 所以我是前导字元 加一个钱瓜糊 这样子 Enter 特别注意哦 你如果用半型的话 一定是找不到的 如果你实在不会啦 没关系还有一个方法 这边点两下嘛 Ctrl C贴过去 也可以啦 OK 只是我觉得比较麻烦一点 反正这个是 第一个 找到钱瓜糊 找到后瓜糊 这个一模一样的 然后如果A不等于0的话 意思就是说有找到 因为如果没找到钱瓜糊的话 他回来的结果会是等于0 就是找不到 不过理论上应该是 这个后面 B也要不等于0 或者是B不等于0 意思是B也要找到资料 好像在那个YouTube上有同学就打这样 他说 而且 and B不等于0 你看这边应该打B不等于0 但一直行的话一定错 为什么 而且 而且特别注意哦 这个and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什么样呢 你不能用这个and的符号 and的符号是拿来串接文字跟文字的 那如果你逻辑跟逻辑的话 记得要打and 就是这个and的符号是拿来串 而且 这样子才可以 这个 而且 这个 也就是说 A要有资料哦 而且B也一定要有 A一定要有前刮糊 B一定要有后刮糊 那 不过其实理论上应该用偶尔我觉得会比较恰当 因为你用and的话是不是这两个 两个都要成立 两个都要找 不过其实and应该也是可以 只是说 理论上这边的逻辑用偶尔可能会比较恰当 OK 所以大概跟各位说明 其实如果不加这个哦 有的时候对程式不影响 有时候我干脆懒得就少加一点 因为可以让程式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顺便跟各位讲一遍 因为同学有问到 那再来的话就把资料切过来 所以执行的话呢 你会发现前面的长就OK了 那宽的话呢 就是什么 把A找到的位置再加1 所以哦 这边的话会比较麻烦 A的话哦 底下会有个A2 为什么 因为找到A之后让它加1 而且哦 你变成你要在哪个地方 在前面的地方 跟他讲说你从哪个字开始往后 往后找 所以会变成A 然后再一个A2 B 然后再一个B2 这样的话呢 才有办法把这个 宽的部分呢 帮我找出来了 那最后高的 高的部分的话呢 我想如果还在找变成A 那不是A2 那不是一个A3吗 哇 那太复杂了 所以哦 干脆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呢 把E3这个含是INSTR 另外我就找了一下哦 其实你可以打VBA 电 那我就有印象就是打一个INSTR 它除了INSTR之外 底下一个什么 REVERT REV REV就是从右边找过来 那我就想有这个东西有印象 那我就试试看 于是的话呢 我就高的部分呢 我就不要用长的螺 就不要再往下继续多一个A3 而是怎么样呢 直接用这个REV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从右边找过来的第一个 就找到A 那我一样名称改A3 然后就B3 找到第一个这个瓜糊 找到第二个瓜糊 把中间的东西切过来 放到依然的这个位置 所以执行的话 就是高的部分了 有没有 长、宽、高都有了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要一次全部都让它执行的话 那其实哦 最后的话 你只需要什么 再增加一个什么 瓜糊自串 如果你三个一起执行的话 你可以就这样 产生一个sub的瓜糊自串 然后里面的话只要什么 只要再加call就可以了 前面加个call 意思说 我就直接呼叫这一个sub 跑完第一个 跑完第二个 跑完第三个 那不就三个一起执行了吗 OK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把它弄一下 所以这边清楚 这个把它一直执行 那等于是一二三 所以其实这三个 最后甚至是可以不需要的 OK 这把它delete掉 所以它是这个 跟这个就可以了 哇 这个可以把它再把它拉上去一点 这个把它拉上去一点 OK哦 不过你们练习的话 干脆就是照刚刚做的 那个结果就可以了 三个按钮 总共VPA的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着 把那个总共有 五个按钮把它分别完成 那一样我在云端上面 如果你怕有些细节 系不太起来的话 那可以参考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的152 上面也有我刚刚做的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